平川说论镜 天天良不受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对抗 游兽族大战亡灵 时间有点长 大概有半小时 不过呢 虽然时间有点长 但精彩程度一点也没有打折扣 有各种正面硬高的大战操作 也有非常精彩的各种博弈 可以说是斗智斗勇 应有尽有 好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是AL 秋天的落叶 出生在地图左下角是蓝色的亡灵 ID叫我不是迅龙 其实就是TEDTD的一个马脚号 TED是当年唯一一个拿到WCG世界冠军的亡灵选手 退役之后做起了直播 做的也是风生水起 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右上角 一名红色的兽族ID叫舞蹈 最近舞蹈的话题也是有点多 一方面是他也多次拿到了亡毅天梯的第一名 实力 不容小觑 另外的话 他好像也多次狙击人皇死盖 还赢了不少 还有一个就是好像发死的 和他有点小矛盾 看来这个兽族玩家话题有点多 好 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兽族这边 选择是先知的一个首发 那这边很早放下了战争模仿 又是目前兽族非常流行的一个战术 先知配猎头 也可以叫配牙签 好 我们看一下TED TED的话 这一局随机 随机到自己最擅长的一个种族 亡灵 我们看一下 这边开局的话 首发死亡骑士 那这边的话 放下第二个通灵塔 居然是狗流开 不是蜘蛛流 有点奇怪 当年蜘蛛流用的很强的就是TED 好 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 TED也是预见一名非常强劲的对手 上来的话 DK想去骚扰 突然发现先知也是过来骚扰 前机的话先知有狼 DK的话还得比起风貌稍微撤一下 家里的话 冰塔第一时间升起来 什么 你敢追我 我归缩到家里去 你敢进来吗 你进来之后有可能就出不去了 好 往里面撤一波 这边兽族很自觉 不往里面去追 那兽族现在是等自己的这个猎头 猎头数量一多就可以开始练了 目前的话部队数量不是很多 也不敢练 一练的话对方一个C把你的怪给抢掉 也就难受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亡灵已经开始升本了 兽族的话也开始升本 双方科技进度差不了多少 现在双方各种博弈 你到底练还是不练 好 这里的话 哎呦 你虽然把这个小动物解决 我还是照样能招出来 上两个骷髅出来 那这边的话先知暂时有两个猎头了 可以开练了 找机会练一下 这边亡灵 英雄走位也是非常非常的谨慎 没有往前冲 一点也不冲动 前机的话不用给你硬钢 反正亡灵呢 非常擅长就是打一个后期 尤其是后期英雄等级起来 强的不行 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的话 兽族过来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 还得找机会练练级 上来 哇 这个胆子有点大 上来直接练这个雇佣兵 那先把怪给勾出来 这边DK也是第一时间赶过来 那这一波 哎 没有发现吗 哦 骷髅发现了 骷髅过来侦查一下发现 那兽族不敢练了 这要是被对方给抢掉过就很伤了 好 虽然说不敢练啊 但是杀你的小骷髅还是没有问题 杀杀小骷髅 现在的话 兽族有四个猎头 很猛 亡灵 这里是双线 拿小狗练一波 练一个小点 这里打了个贵族投环 现在的话 通过小狗 是吧 有一定的数量 各种双线练 然后DK呢 源源不断的去找先知 看看能不能赚点小便宜 这里波 哎 这个四级怪 哎呦 来不及了 这里的话 看看这个怪可以抢一抢吗 哎 一不小心为了招骷髅 自己被围住了 好 赶紧破口 这里赶紧破口 可以的 这个小猎头扛不住 差一点被围住 有点危险 从这里我们看一见的话 这个五道操作还是非常的不错 那这里的话 什么TED的话 双线操作 可能手速有点来不及 差一点被对方给围住 那这一波 双方见命的话 受阻显示了自己强悍的操作 DK稍微的先撤一波 先知的话 看看马上要到二级了 差四点经验值 这里也是开你对练 这一波的话 DK去骚了 好像骚了不到很好的效果 毕竟对方猎头数量太多 一不小心被对方围住就很危险了 好 那现在双方开始进入和平的一个发育的时期 DK这里我们看一下 我还想去骚了 还想去骚了 这边小狗双线练 练得稍微的有点惨烈 过来确认一下 对方暂时没有练大点 练的是自己的一个分框 扩罗继续侦查 DK升到了二级 那现在兽组还想练几个点 DK再一次过来 诶 时光好像倒流了 只不过现在兽组的兵力 已经不是同日而遇了 这一波兽组敢强烈吗 也是不敢 也是不敢 这边我们看一下 小狗拉过来 正面的话 王林还是没得打 只能说骚扰一下兽组 我们看一下科技情况 兽组二本生蚝 二发的是一个小歪 王林 这边二本生蚝 二发的是一个力气 一个乌鸟 双方英雄等级都是两级 状态补一下 诶 王林过来练了 可以的 把对方吓跑之后 自己过来练 但兽组好像也要抓了过来 能抓到吗 诶 这个六级狼已经练完了 赶紧跑 赶紧跑 兽组这一波有点小亏 这个点 自己尝试两次没有练到 好 闪定灵一交 杀了对方一个小狗 自己过来练 那是DK又过来了 这边有C 什么你敢练吗 我这边一发C 把它给抢掉 好 这里 一发C 一发C 诶 哦 血量没有控制好 还是被兽组 抢掉了经验值 双方这个 每一个怪啊 都是斗智斗勇 好 现在小Y过来了 他DK走 要非常小心 你敢过来 一个妖术 可能就把你秒掉了 那这里的话 先把你妖术 集火一下 就怕你各种来骚扰 好 这个时候呢 亡灵 巫妖也出来了 上来砸了一份阿诺 但是 对部队的数量来说 还是兽组占优势 这里差点小 唯一一个无妖 无妖还是往里面撤一下 翻手又是个诺瓦砸下去 上来的话 哎呀 这边猎头 有点扛不住啊 无妖砸了两方诺瓦 他身上没什么魔法值了 要稍微的往后撤一下 这里小Y 继续妖术还想杀 诶 但是DK有C DK有C 无妖极限拉扯 好 撤退到家里去 这一波想省吗 好 一发C 那还是不能省这个C 否则先知闪电链一交 可能就秒掉你这边的一个无妖 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前期 双方真的是没有什么扫套的话 就是正面各种拼操作 打完这一波 那双方这个科技 这边兽足的话 三本剩一半 亡灵三本即将生好 好 还是练这个点 这个点双方已经尝试四次了 终于终于 受阻还是抢了一个五级怪 这边的话 抢完五级怪先知到了三级二级狼 现在二级狼的输出有点猛 现在我们看一下 亡灵现在是转蜘蛛了 转蜘蛛 前期的话小狗有点扛不住了 小狗的话就前期 说来练一些小点双线一练 比较方便 让后期打团战 还得靠蜘蛛之类的部队来打 好 DK差七点经验值 可以升到三级了 这边三本生好 买一个球 受阻继续选择练级 小Y等级往上一提 三本生好倒是要出个老牛之类的 出个老牛 然后受阻可以秒英雄了 小Y一个变 老牛一个财 然后这边猎头疯狂的戳戳戳 这秒英雄会平常的强 这一波亡灵三本生好 非常强势 往前冲 上来一盘诺瓦 砸一下对方的一个狼旗 对方狼旗不死 后面各种空就很难受了 这里小狗好像界面 直接被对方给秒掉 小狗还是有点脆 亡灵这一波的话 看看要不要三发一个什么英雄 小狗又被对方给A掉 这里的话 亡灵头都点对方的一个狼旗 这边的话狼旗 治疗波一加 没有杀掉 这一波打完 我们看一下 亡灵是三发一个小黑 小黑其实还是蛮克制这个猎头 把猎头杀死了 然后站起自己一个骷髅出来 双方又开始各种硬杠 骷髅站起一个车子 赶紧往后拉一下 这一波狼旗一丝血 无道这个操作很极限 狼旗就是不死 各种钓鱼 这边的话 蜘蛛一发C 极限抬回来 残血的猎头 还有这个狼旗往后拉 这边蜘蛛极限拉扯一下 跟二级狼继续去追 这一波 哎呦 这个蜘蛛的操作 还是出现了一点小失误 编队的时候 刚刚没有拖鞭 继续跟着大部队往前冲了一下 那接下来 这个车子有点扛不住了 哎狼旗过来了 哎 终于杀了一个狼旗 不容易 好 这里又要开始反杀这个乌妖 乌妖能扛住吗 一个闪电链 哇 急杀掉 双方打得有点惨烈啊 我们看一下 打完这一波的话 现在亡灵仅剩两英雄了 蜘蛛车子 还有甚至是二英雄也被杀 那这一波赶紧撤赶紧撤 兽组这里的话 我们看一下 残血的部队 拉的的话 还是有点多 三发一个老牛 亡灵是这边打到后面续航 那里可是比较强啊 尤其是三英雄 那现在的话 兽组看看 升个大猎头 后面要不要转型 其他一个部队呢 猎头后面遇到这个小黑 还是有点难受 现在双方还是各种 每个点必争 狼旗一丝血 加一加 后面的话 博罗科多 兽组的话 这个战斗能力 又提升一个档次 好 无妖复活成功 我们看一下 双方现在一个英雄等级啊 目前英雄等级方面的话 亡灵是311 兽组的话是321 人口方面 亡灵35 兽组是44 无论是英雄等级 还是这个部队人口 兽组全面领先 那兽组的话 这一波继续选择链 这里呢 也是三英雄 加一个蜘蛛 一个车子来了 打到后期 亡灵还是非常的吃 这个英雄状态的 好 双组 双线 练一下老牛 后期老牛 练到三级二级 踩各种秒对方的部队 现在的话 先知搞了一个风暴失角 增加部队的一个护架 小歪的话 裸装啥也没有 双方也开始争变高了 我们看一下 亡灵抓了过来 这里练个小点 双方也是必争 这里的话 看看DK走 要小心一点 DK身上有个大篮 但是没有无敌 收阻的话 可能贴个加速 就要秒你英雄 走位要非常的小心 现在的话 骷髅各种站起来 无妖弄瓦一杂 要杀对方的磕多 DK走位要小心一点 好 老牛第一时间被沉没 第一时间沉没 直接交无敌 无敌踩 DK 哇 妖术一变 然后各种秒 DK见面被秒了 哎 DK的走位 虽然说万分谨慎 但是 受阻这个部队 秒英雄还是太强了 那见面 DK被秒掉 亡灵部队 简直就是一窥千里 赶紧撤 赶紧撤 撤的过程中 对方有狼旗 各种留下你的部队 好 毁面飘起来 吸一下对方的狼 呜 这里一个蜘蛛跑 这个车子跑 受阻还是选择追杀一下 这个车子 另外一边 哎呦 骷髅围杀 这个科多 好 先这边的话 赶紧反应过来了 小歪赶紧奶一口 这个骷髅没有围杀成功 差一点围杀成功 肚子里面还吞了个骷髅 好 我们看一下 TD亡灵 把自己的DK买了出来 三级DK 这复活起来的话 太慢了 还是买 买完之后 又开始补一下等级 DK最好是升到四级的时候 升个赤 然后无敌也要买 对方受阻这个阵容 秒英雄真的是实在太强了 现在看看 老牛双线练 哇 都快三级了 这三发英雄都快三啊 打了一个这个 回二戒指 回二戒指很适合牛头 毕竟牛头是个肉 上面的就往前撞 一开战就在往前冲 DK三级半 乌鸦二级半 这边小黑 这多一点 我们看一下 现在双方一个人口 亡灵48人口 英雄等级322 兽足50人口 英雄等级433 还是兽足全面领先 不过现在人口领先的不是很多 哎 练完这个点 要练这个966吗 有想法 练完966 没准能练一个不错的东西 兽足的话 也可以考虑练个966 双方的话 差不多在各自 对称的点来练个966 哎 蜘蛛不要被A掉了 车子赶紧奶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9级石头人 9级的花钢岩能掉一个什么好东西 DK的话刚才整了个大雪 无敌也可以考虑买一个 这个DK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英雄 还能被对方给秒掉 好打了个勇气勋章 力量之力各提高5点 给DK非常适合 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 哇 这边打了一个老牛的耐久光环 蛮可惜了 和自己的老牛光环重合了 可以直接卖掉 那现在王林继续练 现在是4-3 再来一个英雄等级 哎 王林等级已经追上来了 兽足现在也是4-3-3 打到后期的话 王林只要英雄能保住 真的是三英雄可以打兽足50人口啊 好我们看一下 双方现在都破人口了 而且兽足已经开好了分框 分框一开 王林看看要不要开一开 兽足60人口 王林54人口 英雄等级大家都是4-3-3 那接下来就是开始正面硬钢了 看看双方英雄的一个道具 先知这个群补没有无敌 老牛有一个无敌 小歪又是啥也没有 过来想抢这个966 可惜已经练完了 那接下来地图的点 双方练的差不多 可以考虑各种正面钢一波了 人口方面 王林已经追到了60 兽足是64 关键是兽足现在有分框啊 兽足现在不着急 慢慢的 分框运营起来 打后期稍微有资源优势 那还是蛮好打的 这两个骷髅 侦查一下 狼也是侦查一下 各种侦查 对方也没有开分框 好 王林要把兽足分框 怕家里跑了 我们看一下 王兽足的话 赶紧回防 要回防一波 两个狼起 磕多一个 部队配合还是非常的科学 好 这边过来 看见了兽足有一个分框 要开始第一时间拆一下商店 兽足交一个地币 双方正形拉好 要开始正面硬钢了 这里幻象了三个蜘蛛 三个蜘蛛往前冲 可以稍微的承受一些伤害 然后三个幻象蜘蛛 就卡一下对方的位置 好 说足贴了一个加速 王林第一时间 看看 先A一下对方的这个地洞 然后 磕多的位置有点靠前 小过来吞蜘蛛 但是老牛一脚一踩 这边两个磕多解决 接下来这一波 好 车子位置也是有点差 现在三个幻象全面解决 老牛身上还有一个无敌 不过魔法质并不是很多 还有一两脚 你可以走过要小心 这一次千万不能被秒掉了 那现在是疯狂的点这边的猎头 猎头阵王 战起骷髅 王林的话 理想情况可以越打越多 兽足暂时还是杀蜘蛛 没有秒英雄 老牛又一脚一踩 那老牛踩完 最脚后面没什么蓝了 小歪哪一口 小歪的穿得还可以 上来乌鸦 阿基诺 继续砸一下 兽足吃了一个群补 哇 这一波双方人口方面都掉得很快 都是从60多掉到了40多 老牛升到了四级 四级老牛 魔法质恢复了一些 这里的话 看看已经开始要术 好像兽足想秒英雄了 老牛位置非常不错 但魔法质不是很多 好 乌鸦又是砸了一个诺瓦 这边又杀你一个蜘蛛 嗚呦 兽足的猎头 基本上全部阵亡了 这一波团战 兽足打输了 可以可以可以 兽足的话没有秒英雄 各种和对方互杀兵 杀兵的话亡灵不怕呀 我英雄杀完你一个兵 站起自己一个骷髅出来 哇 这边骷髅越打越多 兽足有点亏啊 这一波团战没有打赢 人口方面 现在的话亡灵四十四 兽足是四十人口 关键很多人口 还在里面在造的过程中 这一波亡灵团战 大获全胜 好 英雄等级方面我们看一下 亡灵即将三个四家 都是三点九三点九 另外一边四点八四十四 好 受阻英雄等级还是稍微领先一点 分框拆完 接下来这边亡灵要去进攻 受阻了一个主框了 受阻三英雄状态普得差不多 接下来受阻应该是秒英雄了 五秒英雄没得打呀 正面打的话 这个亡灵续号能力太强 好 这里调整好阵型 又要开始硬刚了 小微位置不太好 上来一番诺 砸一下 贴一个加速 老牛一脚一踩 这一波踩了很多的蜘蛛 科多吞了一个蜘蛛 这一波的话 对方毁灭 一番C抬回来 好 继续杀狼奇 狼奇又被A掉一个 那这里的话 亡灵继续选择杀兵 兽足也是杀兵 但是这个兽足杀兵 好像有点杀不过 对方的话 各种各种骷髅站起来 好 这边还出了一个胖子 可以的 上来的话 科多直接吞掉 现在是先知升到了五级 三级隐身狼非常的强 亡灵要随时准备毁灭 把这个狼给吸掉 科多 这个科多干掉 一个兔子 吐出来了 这个胖子 吐出来了 那这一波打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 川芳一个人口 兽足是掉到了三十七 亡灵四十三 亡灵人口领先 想杀 本来亡灵 占据的大好形式 突然直接巫妖被秒 DK想一发C 杀对方的一个巫妖 杀对方一个小歪 可惜小歪无敌 直接交了出来 这一波 秒英雄 兽足秒成功了 亡灵没有秒成功 那自己英雄阵亡 赶紧交一波TP 确实 亡灵来说 主C C位输出 还是巫妖 巫妖被秒 只能够撤退 兽足 预势不决 秒英雄 秒英雄总是能够 出现一些很多的 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 上完这一波 我们看一下 他受阻状态继续补 这个三级的隐身王 有点猛 打完这一波 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的话 打完 巫妖是直接买出来呢 还是复活 这边 还是选择复活 四级巫妖 这个买出来的话 花的钱也是有点多 那从操作方面来看 秒英雄 受阻还是有点强 这一边的话 亡灵 保护英雄方面 还要稍微的再加强一下 一不小心英雄被秒 真的是很伤 本来正面的话 越打越开心 突然英雄阵亡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兽族 英雄等级 544 另外一边 也是544 现在双方分框 暂时都没有 主框的话 一千块钱 快踩完了 双方真的是 从开头到结尾 就是团战 打个不停 也就中间 兽族出了个小插曲 开了个分框 立马也被亡灵给断掉 接下来 兽族是开始 练一些小点 把自己的三英雄老牛 练到五级 五级老牛 三级踩 对于毁灭来说 对于亡灵来说 又是一个毁灭的打击 好 骷髅 各种侦察 那亡灵 现在不敢出门 等自己的英雄 自己的C位输出 没有出来的话 不太敢往外面走 万一被对方呆住 秒一个英雄就完了 这里侦察到 哎 有骷髅 过来侦察 想去追杀一下 反正说地图上的点 也练得差不多 把对方的骷髅 收掉 没准老牛 就能靠起几个骷髅 升到五级啊 这里 哎呀 没有追上 没有追上 看看这里 巫妖马上复活成功 巫妖复活成功 接下来双方 又要开始硬钢了啊 好 终究 终究还是被老牛 追到这个骷髅 受阻说 谢谢对方 送了几个骷髅 老牛金光一闪 升到了五级 那五级老牛 后面这个三级踩 就有点无敌了啊 身上有一个无敌 还有个毁二戒指 血量恢复得非常的快 这边我们看一下 亡灵三英雄 保命道具 要不要多买一点啊 哦呦 也就是乌鸟 乌鸟的话 稍微装备好一点 但是保命道具 几乎也是没有 商店无敌去买一下 另外一边 看看兽足 老牛有无敌 先知没有 小歪又是裸装 这一局的话 双方装备都不是特别好 好 主换马上踩完了 双方只有200块钱 主换马上踩完 英雄 我们看一下 好 乌鸟买了一个无敌 乌鸟买了一个无敌 这边的话 小歪 小歪依旧是裸装 那兽足是杂果卖铁 又买了一个迷你基地 迷你基地 600多 一扔 分框开出来 我只要分框能运营起来 后面就好打 兽足暂时不太敢走 守在自己的分框 然后隐身狼 去稍微的侦查一下 老牛过来 看看能不能再买一个无敌 老牛能保住 又买一个无敌 老牛能保住 后面的话 秒对方英雄 就方便一些了 好 我们看一下 王林这边 没有回程 保命道具的话 也就是无妖有个无敌 王林的话 装备其实也不是很好 过来想开分框 隐身狼一过来 毁灭一吸 隐身狼的话 还是很猛 各种隐身 疯狂的输出 现在过来守一下 把对方给打完 打炮之后 自己开一个分框 那现在王林应该也意识到 对方要开分框了 要过去搞一波 自己分框开出来 养手嘛 反正兽足现在并不是很着急 对方分框才刚开始开 我的分框已经运营起来了 这一波 好 王林过来了 王林过来了 兽足是这个分框开了两次 成本还没有收回来 这一波 看看又是会不会被对方给拆掉 王林这一次 好 三兵甲全部套起来 随时保命道具 哇 NC 杀对方一个猎头 第二个猎头也杀掉 界面杀两个猎头 有点赚啊 现在人口方面 王林56人口领先 兽足的话52人口 稍微落后一点点 这里兽足是不打正面吗 老牛是买了个隐身 随时偷偷的开个团 这里的话 王林没有回升啊 没有回升 很危险 站位要非常小心 兽足要吐你屁股了 兽足隐身单位有点多啊 两个隐身狼 还有个五级隐身 我上来界面目标小歪 小歪无敌一跤 王林的话这个三级C 二级N 他伤害太高了 哎老牛还不现身吗 现在还在找机会 看秒哪方英雄 上来好 老牛一脚一踩 小秒巫妖 老牛这一脚踩得很舒服 直接把DK给巫妖全部踩晕 四级巫妖见面被秒 老牛这个隐身值了呀 这一波巫妖再次被秒 王林 这一波看能不能打 三个毁面飘起来 吸一下对方的毁面 小黑升到了五级 DK也是五级 现在兽足又想秒 对方的一个五级DK 五级DK走位非常的小心 这一波的话 打杀兵的话 兽足打不赢 只能够秒对方英雄 现在DK走位非常的小心 刚才能秒成功 是因为老牛有隐身 建好时机开团 王林没有一个准备 这一波杀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 小歪的话 哎呦 刚才交出了五级 还是被杀 双方见面杀了一个英雄 人口方面 现在是40 兽足的话 31 30人口 王林404 那王林还是领先 王林还是领先 资源方面 我们看一下 哎 巫妖有钱复活吗 98块钱 好像没有钱 只能回家 卖一些建筑了 这里边 王林把兽足的分框给拆掉 哎 双方要开始对拆了 要开始对拆了啊 二英雄好像都阵亡 暂时好像都没有钱复活 这边 哎 兽足有点强 在祭坛复活当中 王林没有钱 这祭坛都复活不了 那现在 王林的话 第一时间 赶紧把对方的地洞 全部拆掉 兽足想正面杠 突然一想 哇 小歪不在 好像正面杠不了 对拆 全都对拆 这边的话 三斤隐身狼 第一时间 先把对方的这个冰塔给A掉 这里的话 要兽足地洞 非常的脆 兽足地洞 全部A掉 那现在已经卡人口 红人口了 然后过来再处理一下 你这个风暴祭坛 这祭坛拆掉 小歪是出不来了 因为没有人口了 这一波 你即便想买活 都复活不了 因为没有人口 好 祭坛A掉 那这一波的话 兽足也是二英雄出不了 王林二英雄也出不了 这里的话 兽足拆建筑 非常的快 直接把王林三斤基地给拆了 这边 王林三斤基地被拆 兽足的话 三斤基地还有 关键兽足 哇 这个拆家准备做的很充分啊 农民往外面 造了两个地洞 这一波的话 现在王林还想正面和你杠 兽足只能跑架 拆建筑 兽足已经做好了 非常全面的一个准备 就是互拆 正面是完全打不过 这边的话 一发C 这边DK 也是升到了六级 哎 这有个车子 这个车子迷路了 想A掉 但是没有A成功 倒是自己个磕多 还被对方给杀掉 三斤隐身狼 造出来 去后面杀一下 对方的一个单位 现在老牛的话 哎 一脚踩 因为你两个英雄 你追不到我了吧 赶紧跑 现在我们看一下人口方面 王林 41人口 那也是卡人口了啊 这边兽足是18人口 兽足18人口 英雄的话 178 178块钱 那二英雄应该也是出不来了 兽足18钱 在外面 哎 补了两个地洞 而且还升了城防 刚才三本没有升 现在才升好 那现在 哎 一不小心 这边老牛被对方给围住了 好 三斤隐身狼 开始杀这边的六级DK 看看谁更硬 谁更硬 看看老牛更硬 还是DK更硬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二级三级隐身狼 再加上先知疯狂的输出 DKDKDK要被秒了 六级DK阵亡 这边老牛也阵亡 双方英雄都是升到了六 先知升六 这边是三发的小黑升到了六 一到六级 马上把对方三级隐身狼 给招过来 这双方打得这么的刺激吗 我们看一下 打完这一波之后 人口方面还是亡灵领先 但是英雄能复活出来吗 好像复活不出来 人口也是卡着 除非你这边自己A掉一些单位 但是钱也不够啊 关键是巫妖一身装备 复活不了 太亏了 好 这个残局 我们看看怎么打了 这个残局 那现在的话 兽族是有三本的 有三本 英雄方面 一个先知 哇 部队全部死完啊 就是一个先知 那先知 现在可以放个地震 还有三级隐身狼 拆建筑能力还是蛮强的 对拆的话 亡灵不一定能拆过啊 亡灵不一定能拆过 因为现在兽族 还有这两个地洞 亡灵是不知道的 这一波 兽族是可能和你对拆 我们看一下兽族 能不能最后拆赢啊 先知走位 很小心啊 这边的话毁灭过来 盲戏啊 看到你这边隐身狼 这个可以看见 这个看不见了 好 这边继续盲戏一下 现在想刷先知 哎 小黑在前面 卡你一下位置 那小黑没有鞋呀 先知也没有鞋 双方跑的都不是很快 现在是亡灵分兵操作 大部队去拆一下 这边的兽族一个建筑 毁灭 再加手架啊 主要是对付 对方的三级隐身狼 哎 这边先知 想回头打 这里又第一时间 去反召唤了一下 三级隐身狼背叛 追着先知跑 先知也是自作孽 不可活呀 招狼马上背叛自己 现在满地图跑 满地图跑 毁灭 继续在家里守着 这边大部队 开始拆 拆对方的这个建筑 那现在是三级隐身狼 追着先知 然后小黑也是跟着 在前面赌 往里分了三线部队啊 三线部队分得很不错 先知卖了一波装备 哎 有没有吃个隐身呢 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买隐身 现在兽组还有130多块钱 130多块钱 这里偷偷补一个商店 看一下 三级隐身狼还在追 两个人都没有邪 跑得都不是很快 毁灭的话 再加手 这边建筑再拆 呦 兽组三级基地啊 被拆了 兽组的三级基地一拆 那接下来的话 这些建筑也要显行 那亡灵就能发泄了 感觉受阻还是很难打 很难打呀 好 隐身狼过来处理一下 对方这些残余的部队 小黑要过来防御波 小黑呢 也就是把对方的一个狼 招成自己的 这边正面的话 不想把部队 全部被对方给吃掉回来 守一波 另外一边 毁灭立功了 毁灭终于发现 哇 原来对方还有一个大本营 在这里的话 偷偷造了不少建筑 先知 磕一下药膏 补一下状态 这边三本基地被A 乌有 兽组现在多个建筑 一二三 三个建筑 这里三个建筑 六个建筑 六个建筑 亡灵现在是有七个建筑 哎呦 亡灵建筑领先了 那再拖下去 先知一个人拆 难度有点大呀 这边三只猪 加上一个胖子继续拆 然后小黑赶紧过来回房 赶紧回房 先知 三只隐身上一招 这边毁灭准备好位置 各种芒吸 吸一下对方 哇 这边一个大招一开 我用大招来参与的建筑 哦 小黑过来了 直接一个沉默 哎呦 先知被克制的死死的呀 招狼被对方给反召唤出去 放个大招 被对方沉默 哎呦 先知这一局的话 被克制的死死的 如果有一个老牛 是吧 六级老牛 那就很好打了 那这一波 小黑继继继继追筛一下 这个先知 这边你敢放牢吗 放狼对方马上就召唤一下 也是很无奈 好 毁灭 把这边的狼给处理掉 先知继续撤退 小黑继续追 哎呀 这一波的话 小黑买了鞋 哎呦 那先知难受了呀 这对方跑得比你快 怎么办 刚才的话 还能够双方势均力敌各种跑 那这一波 对方有鞋了 那这样拖下去的话 感觉受走没有机会 好 狼一扎毁灭 芒吸一下吗 我没有直接追了你的英雄来打 确实 我小黑跑得快 你这个先知跑不了多久了 这里的话 隐身狼 想继续去杀对方的一个兵 但是这里 哎呦 哭肉剑一射 这个血掉的有点快 赶紧贴个药膏 赶紧贴个药膏 不过现在只是时间问题啊 先知的话 已只被对方各种追 没有一个输出环境 本来大招拆建筑很快 但是奈何小黑 对他的克制太深了 直接一个沉默打断 那这一波毁灭过来 呜呜 大部队前面 卡一下位置 这边卡卡卡卡卡卡 先知血量掉的非常的多了 这里的话 哎 这个胖子会被卡自己英雄的一个状态 胖子走开 是吧 我这边小黑还要继续追 这边又贴了一个药膏 好 又打断这个药膏 这边打断一下 哎呦 胖子卡了一下小黑的位置 这边 TD说死胖子走开 不要卡我英雄的一个位置 那这边 受阻所有的剑中已经显行了 这一波先知能跑赢吗 状态很差 好 18滴血在 哎一下没了 好 骷髅剑射出来 先知倒下 二级狼罩了出来 这边直接反召唤一下 那手组没有机会了呀 一头狼马上消失 手组直接打出机器 退出了游戏 我们恭喜TD 哇 这一局的话 双方打的真的是非常的惨烈 喜欢奔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